今天我又给女儿蒸了一款松软香甜的奶黄包 一出锅,女儿迫不及待的就吃了两个 女儿赞不绝口的说,太好吃了 碗中打入三枚鸡蛋,70克白糖,30克面粉,150克存牛奶,50克食用油 搅拌均匀,搅成乌克力面糊 上锅蒸30分钟,每隔10分钟搅拌一次 香喷喷的奶黄馅就做好了 碗中放入3克酵母,5克白糖,倒入170克温牛奶 充分搅匀,使酵母完全融化 倒入300克面粉,搅成免续,揉成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发至原来的两倍大,面就这样发好了 揉搓,排气,整理成长条,分割成大小相等的面劲 取个面劲,揉圆,按扁,砍成圆饼 放上馅,像包包子一样给它封上口 底部向下,整理一下,一个生坡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,上层行至原来的两倍大 开水上锅蒸15分钟,关火,焖3分钟即可 这样蒸的奶黄饱,松软香甜,比外面买的还好吃 喜欢双击关注我,点开我头像翻看我主页 能学到更多的美食做法